这一篇作文延续上一篇一样 都是讲这个某某人的心声 我们上篇是讲残障者 那么这篇讲年长者的心声 也就是老年人的心声 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同学写出来的 这个还不错的一篇英文作文分两段 那么第一段他把情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第二段就来讲解 说明他跟他的朋友David 对于老年的一个境遇不相同 先从第一段开始来慢慢的说明 in recent years 近年来 台湾has been 这个近年来是表示一段时间 几年前 那么到现在 所以他通常会配合 现在完成式 如果还在继续进行中 我们就会配现在完成进行式 今年来台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aging society aging就老化的一个社会了 好 这是已经这个发展成为一个老年人的社会 这里用glowing into 老师觉得不会很妥当 那么社会的进展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 developing D-E-V-E-L-O-P-I-N-G 用has been developing into an aging society 这个词会比较棒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继续 我们再来看下面 他要补充一句了 台湾已经进入一个老年化的社会 那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意味着什么 那这同学呢 就后面用一个关系子句 来做一个补充 他这个句子是一直到这边为止 中间有衔接两个句子 那这个hush 就是来补充说明 前面这个句子的一个内容 含义是指什么 什么叫老年化的社会 which means 老年化的社会就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 后面是两个句子出现的 第一个句子 我们用中瓜符好了 more and more burden will be added to the shoulder of youth 这个use 年轻人如果是复数 我们常常可以加s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and the care for the age care是照顾 对老年人的照顾 deserve the public concern 值得我们大众的关心 这个内容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不过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写法 那像这个句子 more and more burdens will be added to 被添加在shoulder 是肩膀of youth 年轻人的肩膀上 不过老师提供另外一个写法 给同学作为参考 这个shoulder 他名词是肩膀 他也可以当动词 动词是什么意思 用肩膀挑起 承担什么责任 哇 这当动词用就非常的棒了 所以我们上面的句子 可以用这样子的means 意味着年轻人 好 这个the young也可以 the young就年轻人 或者是用use youthis 也就是年轻人 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是年轻人 就等于是young people 要不然就用名字 youthis 就是年轻人 复数 他们将必须承担 好 我们就可以用 will have to 将必须要承担 承担就是用shoulder shoulder 承担什么 越来越多的家庭负担 more and more family burden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并且 他们要承担这个照顾老年人的责任 承担已经写出来了 shoulder已经出来了 如果你要来另外一些 那么就可以用这样子 我要必须要怎样 have to 第一个是shoulder 第二个是take the kill 因为照顾 我们用的动词是用take 所以我们用第二个 and 年轻人必须要照顾 take the kill 要承担这个照顾的一个责任 对谁的照顾啊 对老年人的照顾 take the kill for 照顾 照顾他们的 什么 老年的 父母亲 age 的 parents 要承担这个责任 好 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写法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是用前面这个写法 也不错 不过老师觉得这个地方稍微商榷一下 那这个是讲承担家庭的责任 那这个就又讲说照顾老年人 这个值得大众的关怀 好像内容上并没有这个一致性 所以老师的看法是这样子 不妨改用分号 因为这两个内容 没有直接相关 所以我们用分号来个连接词 就是 因此 用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可能会比较棒一点 好 and 不要用 我们不要用and 我们用就是 因此 好 因此 the kill for the age 对老年人的关怀照顾 the kill 也可以用什么 这个concern 但这边已经有了 我们就不要再用了 deserve 值得 the public concern 大众的关心 大众的关怀 这样子 会比较 内容上会比较婉转 请不吝点赞 打扶